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师 我们敬礼 谭诚三宝 敬礼 今天的父母主尊 玛丽之天菩萨 师母 丹真加措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政后中 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恩尔哈斯曼 中华民国乔务顾问 谢明芳师姐 台湾雷藏市公关主任 王之祖师兄 庄俊耀医师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王力博士 李朝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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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做 玛丽之天菩萨的护摩 那这一尊菩萨呢 是很大的菩萨 他没拿错这个法相宝典给我 这是准提佛母 准提佛母 搞错了吧 还好 没关系 这准提佛母 对啊 这只有这一张啊 没关系 有有有 吃掉这个准备错误 先跟大家通知一下 下个礼拜天 10月13日 下午3点PM 是孔雀明王护魔法会 孔雀明王护魔法会 那孔雀明王的手印 是内薄印 这是像孔雀 像一个孔雀 或是外薄印 也可以 这是孔雀在飞行 孔雀在飞行 内薄印 这是孔雀 那种子字是莫 孔雀明王的短作 这是孔雀明王 关于玛丽之天的 玛丽之天本身也有很多的法 他这个法呢 有以前讲过的 玛丽之天菩萨 祈悟法 祈悟法 玛丽之天菩萨的除病法 跟这个玛丽之天菩萨 结印附身法 有结印附身法 这个资料现在诵达 玛丽之天菩萨 那玛丽之天啊 他有一个 他的金刚号叫做 赞威金刚 或者是杨威金刚 杨威金刚 有很大的power 我们知道 那个道家有所谓 斗母心经 他掌管这个所有的天 那么玛丽之天呢 他本身掌管 北斗七星 二十八星宿 三十六天宫 七十二地撒 漫天华盖 日天夜天 他管理一切的心术鬼神 所以他被称为 华曼心主 玛丽之天在道教 就称为斗母心经 在密教 称为玛丽之天菩萨 他有经典 是佛说 玛丽之天经 有经典 那么他 玛丽之天经里面 他写到 玛丽之天 常行日前 在太阳的前面 崩坐 比玛丽之天 无人能见 没有人可以看到他 无人能捉 没有人能够挡住他 不为人欺 不 人无法 这个 去欺骗他的 不为人 父 也就是说 人没有办法去耶稣他 不为人 债其财物 所有的财物 他是 没有人能够偷盗的 不为焉家 能得其变 对他有敌意的 都没有办法去 去做什么法 那么他的经典里面 有写着 玛丽之天 以行路中 附我 也就是保护你 你修玛丽之天 你在走路当中 坐车 坐船 坐飞机 他都保护你 飞行路中附我 就是如果不是出去远行 他也能够保护你 昼日附我 在白天也保护你 夜中附我 在晚上也保护你 一二宴家中附我 有人对你不好 他也能够保护你 亡难中附我 你好像有这个亡难 什么叫做亡难 好像官司 或者政府 这个压迫你的时候 他也能够保护你 以贼难中附我 有强盗小偷 他都能够保护你 一切处 一切食附我 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护你 任何空间都可以保护你 那玛丽之天就有这种能力 这个佛陀 告诸比丘 若有人能够书写读诵 受辞者 若择己者 若择己者 随身而行 一切诸恶 续退善 也就是说 你把魔力之天 藏在你的头发里面 滑极 滑极里面 放着魔力之天 或者 你这个 放在衣服的口袋里面 随身而行 一切诸恶 续能够退善 这个 这是很好的 那魔力之天呢 以前也有这个磕像法 磕像法就是磕一个魔力之天像 像那个 拇指这么大 天女行 天女行 哪个是一个宝善 哪个是一个宝善 你可以随时 这边也有 天女行的 玛丽之天是这样子 哪个是一个宝善 天女行 那你可以随身带走 她到处怎么行走 都不会有事情 都不会有事情 那今天呢 今天的天气特别奇怪 我们已经冷了 一直从那个 冷了多久 冷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有 两三个礼拜一直冷 冷到今天 到今天 突然间出来个大太阳 那玛丽之天本身啊 就是从大太阳里面所发生的 它就是大太阳 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 在大日如来前面 几走的就是玛丽之天 它本来都是阴天的 天天都是阴天 因此阴天 已经差不多三个礼拜了 它每天都很冷 大家穿的都是很厚 突然间今天 哇 出太阳 我还以为出太阳是假的 只有今天出太阳是真的 因为我们做玛丽之天父母 他来相应 他来相应 玛丽之天 是感应很快的一尊菩萨 很快 很快就会感应 他是在太阳面前挤走 所以今天出大太阳 而且是真实的大太阳 不是假的 以前我们看到 今天出太阳一定很热 其实也是 哇 很冷 前几天出太阳 大家以为都很热 其实都是很冷 只有今天 今天我们刚好是做玛丽之天 这个叫做 台湾外国 好戏不是 好戏不是 我们今天做玛丽之天 今天的太阳是真正的太阳 所以你看 这个 他能够得到什么 他有科项法 亡烂 亡烂 就是说 你被这个政治 逼害 你能够不受 不受政治的逼害 政治的难 第二个是贼难 贼难 就是小托强盗 他托遍那一条街 就是你家 他不能进去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家有共同 玛丽之天 他要走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 肚子痛 肚子痛得很厉害 他就算了 今天就 就不去偷东西了 这个就是贼难 贼难 你能够免于贼难 有这个事情的 左右 前后 全被偷了 只有你家 他没有偷 为什么 因为你有修 玛丽之天的法 他不能够偷的 一个行难 你出门旅行 坐船 坐飞机 都不会有灾难 这个叫行难 坐船 坐飞机 出门旅行 开车 都不会有事情 第四个 地水火轰的灾难 你也没有 不能受 不会的 你知道高雄小林村 那个土石流淹下来 一个村庄全部没有了 一个村庄整个没有了 只有两户 他是归一师尊的 他们修 他们修这个玛丽之天 他们也有修玛丽之天法 高雄小林村的时候 那时候土石流下来 整个村庄 全部埋起来 只有两栋房子 被推到很远 推推推推 一般来讲土石流一来的话 是埋上去的 整个人全部埋 所有村庄的人 全部埋在土底下 只有他们两户是被土石流 这样子用推的 推到非常远的地方 这两户房子还没有 还立在那里 结果这两户的人一出来 阿嬷 因为只有这两户的人 他归一如时尊 而且共奉那玛丽之天 地水火轰的灾难 他能够免 这两户的人 到最后有到台湾雷藏寺 来跟我报告 小林村的 高雄小林村的 在台湾雷藏寺的时候 他有跟我报告 说他们 只有他们两家人没事 其他家人全部都活埋 他还问我 为什么只有我们两家人没事 为什么玛丽之天 不能救全村的人 我都答不出来 还有刀兵难 你去当兵 你派去作战 你身上哪是 玛丽之天 那个子弹打过来 哎呀 他都会咻 他都会咻 玩一下 从你旁边散过去 这个刀兵之难 你也会没事 人家瞄准你的心脏 人家瞄准你的心脏 一枪 幸好你的心脏前面 你放着皮包 这个钱包 钱包 这个包 这二衣皮的 这个子弹打在上面 蹦 穿过两层 但是呢 你心脏没有事 也会有这样 这种事情 我记得好像 在这个欧克兰那边有发生过 欧克兰 有一个欧克兰 有一个 就是那个师兄 在 就是卡尼佛尼亚 对 那个 那个 那个凶手啊 那个凶手 歹徒啊 他是司机 开车 然后对着他 开一枪 他以为他这些死 因为就近距离开枪 他在车的前面 对着他 他是开一枪 结果他觉得 好像他吓得分死过去 结果再醒过来 没事 因为那一枪怎么样 那个子弹 刚好打到他胸前挂的火牌 来 连身 有没有 那叫什么名字 张哲华 张哲华 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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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我还以为张学良 他那个子弹是有 就是那个子弹是有打到他的身体里面去的 然后近距离开枪开了十几枪 那他的那个子弹呢 就是一颗打到 几乎打到他的动脉 那是因为师尊的佛牌 帮他挡住了那个子弹 所以呢 他没有受重伤 是这样子活下来的 总之现在 开了十几枪 他还活着就对了 活得好好的 师尊现在做大老板 你看 子弹会弯掉 本来打到动脉就完了 结果是打到的是戏脉 对啊 他那个护身牌 帮他的忙 这个 真的是 刀兵难 那个是 等于强盗嘛 强盗要抢他的东西 近距离开十几枪 结果到现在 现在 他还活得好好 还当大老板 这个鬼神难 你看鬼神难 鬼神的灾难也可以避免 玛丽自天有那种力量 他可以破鬼神难 鬼神难 现在很多人 这个众啊 这个鬼神难 很有 鬼神病的 很多 这个修这个玛丽自天法 鬼神难自然 他就会消除掉 充犯 也会消除掉 毒药 这个很奇怪 毒药烂 你明明吃到的 吃到的毒的东西 它也会化解掉 也能够化解掉 但是你不要自己去试 你不要说我念了玛丽自天法 我去买一瓶毒药我来喝 但是你是自己自己要死的 那跟玛丽自天没有什么关系 人家害你的无形之中 他可以化解掉 无形之中 恶受难 你看啊 面玛丽自天的咒语 修玛丽自天法 你碰到老虎了 老虎看到你 他都会怕你 都会退 都会退 他说这个人显现的光明太强烈了 把老虎的眼睛 那个凶猛的眼睛 刺得他没办法 他只好闪掉 他就是有这种力量 恶受难 那个熊啊 熊本来要追你的 你念了玛丽自天 一到熊啊 有人说装死可以 装死 不行啦 那是以前的古代的讲话 你装死看看 照样被他吃掉 不能够装死的 你必须要显现的 比他还要大尊 那我们本来很晓 怎么显现的大尊 师母讲说 你到森林里面 准备一个口哨 口哨 总之那个熊的叫声非常恐怖 你的哨子的声音 那个口哨的声音 这样嗶 一直猛力的吹 嗶 那个声音比他的叫声还恐怖 那个熊以为说 哇 你一定很有power 他就赶快走了 要准备哨子 如果没有哨子 你又会用喊的 喊的比他还大声 然后一边喊一边跑 但是你如果没有喊 你绝对跑输他 你爬上树 熊也会爬树 你下水 熊也会下水 什么样子逃你都没有用的 所以在森林里面 遇到熊的话 我们山庄也有熊 以前他也有熊的 还有那个熊 闭关的时候 那个熊打开门 那个我们闭关的人 还在睡觉 那个熊看一看 我们有供奉玛丽之天 这个人突然间变得比熊还大 熊一看 比我还大只 我一定输他 他就 秀一秀 他就走了 真的 另外还有人闭关 这个在闭关房里面 有外面的这个小偷 或者是流浪汉进来 翻墙进来 到他关房 那个关房的门没有锁 他推开门一看 哇 那个人应该在这里 那个闭关的那个人在这里 那个人看了他一下 是一个女生 是一个女生 那个人是男子 是这个 是一个男的 很雄壮的 既然没有被强暴 你看 一定是这个玛丽之天保护 那个女生在不在这里 在的话 棘手 反正不好意思了 算了 厌家恶人烂 对方专门在害你 害不了你 他专门害你 害不了你 就有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 我记得我看过一本小说 这个邻居在害你 他邻居不合 但是住在大楼里面 那早上的时候 他那个 那个层不是很高 没有电梯 都是要走楼梯的 那个木板的那个楼梯 要走楼梯下来的 那么下面的灵机 害上面的灵机 是怎么害 他是用那个油 透明的油 在早上的时候 你要上班的时候 在楼梯上磨上几层 几个阶梯的那个油 给他磨上去 很光滑 看起来很光滑这样 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出门 出了门 开始走楼梯 他给你磨了几层 你脚一踩 踩到水都会滑 何况是油 就从楼梯上面 就直接跌下来 那个害人 害人 但是他只要不承认 他就可以害成功 对不对 如果你修了 玛丽之天的法 怎么样子逃得过 请问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如何避免 如何避免 如何避免人家在你要走的 螺梯给你磨油 螺梯给你磨 像这个 螺梯啊 对不对 你磨上一层油也看不出来啊 让师尊下去的时候 咻 就直接跌倒 但是那个很高的螺梯耶 有什么办法 你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那里没有电梯 他想说坐电梯 他说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的 只有只能够走楼梯 因为低层楼 师母说老板突然间打电话来说 今天不用上班 那个油会干掉吧 对 他在你上班的那个楼梯那边 只是磨几层而已 你踩一发 你就从顶上一直掉到底下 对啦 因为他会干嘛 他买的是快干油 一擦他就干了 快干油 这个就可以免了嘛 对不对 你怎么想不出来啊 你这个让老头子想出来 你是年轻的啊 年轻人你可以三层直接跨过 从这个上面联系跨过三层 到第四层 你再走下来 回来就没事了 人家怎么害你都害不死就对了 有来玛丽之天就有这种力量 那么这一尊也是梅人 梅人伯 人家讲梅人公 梅人公 梅人公 是那个爱染名王 玛丽之天是梅人伯 梅人伯 你修这一尊 相应了 你直接跟他讲 我要跟哪一尊相应 很快就相应 他也是这个样子 很有力量 他可以保护你 所以玛丽之天 跟我们生活中是有签约 签约的 修他 他就会保护你 有一个小男孩问他爸爸 爸爸 什么是你朋友 他爸爸回答他 如果你长大以后 是一个好男孩 你就会得到一个 那小男孩 问爸爸 那如果我不是好男孩呢 他爸爸回答 那你会得到很多个 这个是 玛丽之天 是梅人伯 梅人伯 我在讲道果 有人问 修气 依为分别 故意 还俗 分别 有何差别呢 跟还俗的分别 有什么差别 修气 也一样有分别 有念 还俗 分别的念 这个两则之间 有何差别 不一为素博 还不是被绑吗 他的回答是 非也 说不是 此言以 气之分别 气的分别 为意称 即所谓 修静意分别 那是因为 为了修行 清静 才起分别的 跟还俗 分别 是当断 之念 还俗的分别 必须要斩断 但是修气的分别 是因为修清静的分别 所谓两个不同 而修气是 对治之念 为什么要修气 你入三昧地 为什么要修气 要禅定 为什么要修气 很简单 我们国语 有一个成语 叫做 心平气 和 你气 非常的顺 很容易入定 你气 非常的躁 你躁动 不安 没有办法入定 所以念头 是由修气 因为你修气的时候 你会精神集中 就是训练你的专意 像我们九节佛风 九节佛风 这个为什么要右鼻孔入 左鼻孔出 要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要两鼻孔入 两鼻孔出 为什么你脑筋里面要专注 右鼻孔 左鼻孔 这个 两鼻孔 为什么要注意那个鼻孔 在做什么 你就呼吸就好了 但是你注意 右鼻孔 左鼻孔 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右鼻孔入 左鼻孔出 两个鼻孔入 两个鼻孔出 为什么要这样子 在那边循环 这样子做呢 训练你的念头 在鼻孔 就是专意的训练 你要专意 言一物的专意 就是九节佛风 注意在鼻孔上面 注意力在鼻孔上面 你把 当你在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右鼻孔入 左鼻孔出 两鼻孔入 两鼻孔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别的歪念 那个妄念都不会有 妄念都不会有 因为你在修法 精神集中 集中在鼻孔 所以你别的念头就不会有 这个是指对质 妄念的方法 所以你平时坐下来 修一个九节佛风 你那个时候就没有妄念 你如果有妄念 你根本没有办法记住 左鼻孔 右鼻孔 两鼻孔 你根本记不住 这是一个训练 就是一个信念 而且也等于是一个 亲近的法 是对质 所以我们在修气的时候 跟 一般的念头 修气的念头 跟一般的这个 平时的那一种 妄想的念头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它是因为它要修 念头成为清净 同样用念 用念力 同样用念力 但是它是在修到清净 所以不同 那不是素薄 不是被绑 所以本序云 分别除分别 轮回静轮回 所以经典上曾经讲 一分别来除掉分别 一轮回来清净轮回 这个意思 对质之分别念 是清净分别 念本身所当断之 污秘 作用为生起 弊薄舍纳之音 称为如礼作义之修 我们修行 是如礼作义之修 用了念头 用了念头 用了念头的修行 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个下方法是 试作义之修行 我告诉大家 你会发现 真的是越看越讨厌 真的是越看越讨厌 我告诉大家 师尊本身来讲 以师尊本身来讲 我不应该有敌人 不应该有敌人 为什么当师尊的不应该有敌人 因为你发了厌 不舍一个众生 我不离开众生 那么离开了你怎么说呢 是他离开 而不是我离开他 是他离开 而不是我离开他 所以我常常这样子想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有佛性 你就不能够去伤害众生 我讲过 一个人自杀 为什么他有罪 因为他杀了成佛的工具 这个人本身有佛性 他是未来佛 那你自杀了就等于杀了未来佛 等于杀佛 那个罪就中了 所以不可以自杀的原因是在这里 佛陀教我们说 不可以自杀 因为你具有佛性 你将来遇到善缘 你好好的修行 将来会成佛的 你自己杀掉自己 就等于在杀你自己的佛性 那就等于是杀佛 所以人怎么可以自己杀 杀掉佛呢 那就等于杀佛 那罪就很重 这个因果就非常的重 所以千万不要自杀的原因是在这里 千万不可以自杀 我们也是 师尊的心里认为 看大家 每一个人都是佛 因为他有佛性 他将来遇到好的言 遇到善缘 遇到好的丧失 教给他佛法 他修行 他未来成佛 你怎么可以讨厌他呢 虽然他长得很讨厌 虽然他长得让你看起来很不舒服 虽然他是邪眼 虽然他长得七行怪状 像我们九如法师 九如法师 并没有什么七行怪状 他就是这样子 稍微拖拉一点 走起路来就这样 蛮可爱的啊 蛮可爱的 他这样子走路也是蛮可爱的啊 我也不太敢对人家凶 不太敢对人家凶 因为人家都有佛性 而且我们修行的人 要出荷亚的因 跟这个和平的因 跟柔软的因 这样子才能够度众生 你出了凶暴的因 就会度众生 所以我尊重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佛性 所以我对众生啊 可以讲 虽然有时候 这个同门一进来 我是很讨厌口臭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口臭 但是有同门 真的进来问世的时候 他又在你的耳朵旁边讲话 我这边的脸 我就发觉我的脸都臭了 因为他吹气啊 他呼吸很沉重 而且讲话口一张 我发觉我那个问世房不是很大 几乎到处都是口臭的味道 所以我很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 一到那个口臭的进来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知道阿雅禅 它是口臭 而且味道很重 那呼出来的气很臭 但是我向这边深吸一口气 闭住呼吸啊 我不敢吸进来啊 吸进来我全身 全身五腹六脏就中毒了 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我说赶快讲完 因为你会遇到很多人 你明明知道他口臭 你不太愿意跟他讲话 我一直点头 了解 了解 赶快 真的 但是你也不能够讨厌他 也不能够因为他口臭你讨厌他 不可以的 不可以 你还是要尊重 还要尊重他 还要体谅他 可能他蛀牙了 没有注意 所以有时候我对他们 对这个口臭的人讲 他说你回去 你去看一下牙科 看看有没有蛀牙 说不定你有蛀牙 你去看看牙科 说不定你蛀牙了 你没有注意到 蛀牙了 他会发出口臭 你牙齿反正你 梳洗干净就不会有 然后从胃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就跟他讲说 你去看一下牙科 去洗牙 然后看看有没有蛀牙 我都是跟他这样子讲 我不敢讲他口臭 因为口臭是 你有口臭 这下 他觉得世尊很没有礼貌 怎么一下子就对我讲说 我有口臭 我说你去看一下牙科 去洗个牙 看看牙齿怎么样 我是这样子讲 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 回去你看看牙科 洗洗牙 看看有没有蛀牙 这个 以列注其中 更无持气之分别念 若持气之念 依空 既明断执着之道 我告诉大家 你在持气做保平气 持气的时候 你持了保平气 那时候念头就会断 你意念在你的保平气上 所有的念头 它会平下来 平息下来 会平息下来 这是一种信念 保平气也是一种信念 断执着之道 会断掉很多的执着 若持气之念 依空 既明断执着之道 此中心或住或起 其他如烟等任何项 生起结受现分 若心住其中 成为菩萨道 心你如果能够定在一处 就是在行菩萨道 这就是禅定 也是在行菩萨道 你无念的时候 那时候最清净 清净就是菩萨 清净的时候就是菩萨 又一切十五种 结受现分 一当以此分为了之 此等非依次而生 认识禅定后 保任任意 总之既遣除念念连续 得三摩他 三摩他之吃味 是为见之除毒 既拔除见之毒 也就是因为你能够心定一处 你念头定一处 心就定一处 念头定一处 心就定一处 心住其中 也就是清净 也就是行菩萨道 这个笑话 我认为不是很好笑 但是呢 他是 现代的父母最担心的事 是儿子下载了什么东西 女儿上传了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笑话 但是事实上 现在的父母的注意力 是注意到那里去 有一群男人在喝酒 有人突发奇想 各自发个讯息给老婆 这个信息就是写 只有三个字 我爱你 然后看看 各个年龄层的女人反应 果然结果大不一样 二十岁的女人回复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I love you Me too 这是二十岁的女人的回复 三十岁的女人回复 I love you 你喝多了吗 你是不是喝太多了 三十岁的女人的回答是 你喝太多了吧 You drink too much 你喝太多了 四十岁的女人回复 四十岁的女人回复 你没有病吧 Are you sick? 你没有病吧 对不对 四十岁的女人说 我爱你 她说你没有病吧 太太回答了 五十岁的女人回复 五十岁的女人回复 I love you 她说你发神经了 Are you sick? 六十岁的女人回复 六十岁的女人回复 你是吃饱 没事干吗 七十岁的女人 她不回答 直接打电话给孩子 你爸爸可能剩下没几天 你看每一个年龄层的念头都不一样 我们在这世间 念头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是 心住于阴念 你必须要把你的心跟念头 住在一个念头上面 那个时候就是清静 那个时候就是清静 当然那个是有相清静 最深的是无相清静 你连念头都没有 就是无相清静 你还有一念 就是有相清静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玛丽贝弥衡